国民党中党部扳家计划 正在积极的推动中 但找到符合条件的商办大楼并不容易 房东也大不多是不愿意涉及政治 目前只有两到三间 位在中山区和中正区正在洽谈 难得党代表们都在国民党 搬出T恤 帽子 纪念笔 各种文宣小物都出笼 国民党平喊穷 连九月党工薪资都还没着落 全代会当然要开源节流 大鱼大肉 盒菜拌桌早就是历史 中午党代表直接搭棚放饭吃便当 国民党财务拮据 现在传出连中央党部都要搬家 位在巴德路二段 大约三千两百坪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作为将在明年到期 也因此党部正在找寻新的办公室位置 2006年搬到巴德路的中央党部 房租一年就要四千六百万元 再加上地方党部办公室 一年的费用高达七千九百万元 层次国民党希望另寻地点 位置靠近立法院 屏数大约是四百到五百坪就够用 比目前正在使用的三千两百坪 党部空间还要小很多 每瓶租金预算两千元左右 党中央积极寻觅新党部的位置 据传房东大多不愿涉及政治 目前正在诧谈的其中一间办公室 位于台北市中正区与大安区的交界处 大概是四到五层楼 每一层楼大约是两百坪 等圈奈会与中平会结束 党务主管就会前往场刊 国民党到年底还欠上亿的资金 如今连大本营都要搬家 面的内忧万换还真不少 记者临时达六成熙才能报道